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ipple公民新闻报 如何让年轻的一代 能够对自己生长的家乡 有更多的了解和认同 新竹竹东国中美术班的老师 带领同学制作一本 名为《逐步东行的刊物》 让学生可以透过记录 走访竹东的各个角落 位于新竹的竹东镇 生活不要不如大城市般快速 有着红砖瓦房以及邻近的街道 充满朴实的氛围 竹东国中美术班的老师 以及学生创办了一本 逐步东行的在地刊物 由学生透过采访 摄影 绘画 等方式介绍家乡 邀请来到竹东的旅人们 逐渐放慢脚步一起感受竹东 同时藉由刊物的发行 将生活在竹东的美好传递出去 所以一开始是去想说 我们想要说的话更多 那要用什么样的形式 去告诉万年的人 然后我们就想说 做了我们这个看法 竹东行不仅介绍了在地特色 也记录学生在这里的生活回忆 有些东西就是以前我出现过 可是就是因为它太老旧 所以现在拆的都看不到 就只能回来照片 竹东国小前的树起林天桥 是许多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 天桥下的尖角垫 更是许多竹东人的回忆 如今天桥因过于老旧必须拆除 竹部东行因此记录了这些过程 除了刊物系列 学生们也会主动设计 文创小物行销家乡 更投入环境行动关心家乡 当我们想要借由这个刊物 让我们别人来认识主动 其实同时也是带我们 自己的学生去认识主动 所以已经没有变成一个 什么固定的方向 而是说互惠的很多东西 许多传统的记忆逐渐视为 得靠老师傅的坚持与传承 嘉义有一位画布 单系看板不仅超过五十年的师傅 坚持一笔一画手工绘制 就是希望不要让传统消失 位于嘉义县西口乡三叠西间的岛田一角 藏着一间由铁皮屋搭建而成的工作室 陈明山嘉义县新港人 曾获嘉义县政府文化观光局 登入为五星文化遗产 全台唯一跨足戏剧 教坛及广告彩绘画师 他自十四岁开始百师学艺 只用了四年短短的时间出师 师傅在进梅秋军在过年 欢迎讨论我退了 我拿到三十五 当然一单设计是没画了 因为画在布和画在座 我们在画桌子纸上谈兵 我真的是画在顶头 那一画就没得到盖 盖得很麻烦 那个工统统统统统统 布时他会吸收你的颜料 你的手统 你怎么去看桌就没得到 你要去习惯他 陈师傅回想当初 可以拿起画笔的瞬间 是多么的开心 这一拿就拿了五十年 不让传统的品质与技术消失 就是陈师傅坚持五十年 不停歇的动力 看着这些老照片 不仅师傅陈明山 在嘉义县西口乡三叠西 乡间的稻田之中 朝向一甲子的目标前进 见面 优优独播放 期待